一部完全的统计 在中国大概有超过一亿部的摄像头 在全球居于首位 基本上在每个城市当中 80%到90%的数据 全都是视频数据 这个数据量级 基本上可以达到几十个PD 这样一个规模 像杭州 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摄像头数目可能会达到60到70万部 所以你可以想象 每天你只要出门 就会暴露在这许许多多的摄像头的监控之下 同时我们结合人脸识别 语意分析 或者是GPS定位这样的技术 在关联上一些已经被电子化的数据 比如说你的门禁卡 身份证 银行卡 交通卡 这些的刷卡记录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 非常精准地刻画出一个人的行为轨迹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